《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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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這邊以後 我第一個想說 我要面臨一片鐵皮屋頂 我第一個想法說 人工草皮把它鋪掉就好了 樓下是做室內設計 他跟我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對 我不能這樣做 我就弄了一片植物在上面 我有試過很多種種法 我在花式園買了很多植物來種 一開始漂漂亮亮的 過沒多久 就是因為環境不適合 後來我嘗試的在山上去找植物 來這個地方種 我發現它長得很快樂 而且長得很自然 張總在對所有的建案 在思考的時候 他只有一個話 叫做俊勇 兩個字 然後要傳家 要俊勇傳家這個概念 就是他不希望因為時間的久 這個建築就會老去 在我們的概念裡面 也有一個名詞叫永續家園 也就是希望 我們做好的這些環境 能夠生生不息 接下來第二個問題 我們就會談可食跟低維護 那低維護 我們是希望能夠把植物 它的特性種到對的地方 減少未來在維護管理 是增加成本 一個能夠讓植物 長成複成的狀態的時候 它是一個最穩定的狀態 那這也是未來我們 跟張總最大的目標 可食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未來 庭園發展的方向 那其實我們常常在講 庭園有療癒的效果 透過這樣的一個互動 它不是只有觀賞煤 它其實它還會有一種療癒 包括互動的療癒 包括給你食物 真正帶給你身體健康的一種療癒 它都有可能 在我們的庭園裡面發生的 那這也是庭園最有趣的地方 它會一直變 真的世紀會在變 常常我就會等說 季節到了 我在等什麼花開 我發現我跟庭園的關係 就會不一樣的感覺 家其實是一個生活的地方 庭更好玩就是植物生長的地方 人跟動物植物互動 來共同創造 這個家 感覺好像才是真正完整的一個家